台湾大选的意义背后是我们如何看待今后四年历史进程变化的意义 未来四年呢我觉得是有许多大事要发生 我们会见证这个历史进程 一些事情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肯定会有一个结果 像俄乌战争从2022年开始已经打了快两年 未来的一到两年呢我预计它会有一个结果 俄乌战争它是只能以谈判来收尾的 有几个焦点问题 第一是俄罗斯是否能够继续保有克里米亚 第二是现在被俄罗斯操纵独立出来的乌东四省 是被乌克兰收复还是成为俄罗斯的傀儡政权 第三就是乌克兰会不会在战后顺利加入北约 这三个目标当中如果俄罗斯能够成功实现两个就算它赢 如果这三个议题当中它有两个不能实现就算俄罗斯输 一旦是俄罗斯输的话 那会标志着俄罗斯作为一个强国 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三流的国家 那这样的话整个世界格局就要重新洗牌 因为世界的主要秩序是由大国来奠定的 那么在这种洗牌当中处于板块交接地方的地区和政权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 那台湾就是处于板块交接的地方 是处于中共所主导的大陆势力和岛链的 美国所主导的这个印太体系的一个关键的位置 它是势必会受到影响 那这种影响呢它有可能会有利于台湾的繁荣和安全 也有可能会不利 所以这个事情要到时候才知道 但是影响是势必会带来的 从两岸关系来讲呢 中国大陆在未来一到两年会发生很大的变数 因为它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现在是一定要解决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从2022年到2023年这两年 习近平出台的任何政策都不能够解决问题 都不能够为整个国家的发展提供任何动力 不管是他想给房地产危机解套 还是想给地方政府画债 还是拉动消费 拉动支出 对失业问题 他所提出的任何方案都是无效的 那么从底层逻辑上来讲呢 你就只有让各省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自谋活路 那么这个就产生了一个结构性的矛盾 同样的矛盾呢是在苏联末期也存在的 苏联末期呢也是由于它的高度权力集中的计划体制 已经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长期的击毙了 所以苏联的各个共和国出现了强烈的离心倾向 结果就是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所以这个结构性问题是习近平一定要解决的 但是我们看到他拿不出任何解决的办法 那么到2024年我认为会是关键的一年 对于中共来讲 接下来一到两年 我认为是高度危险 有可能酝酿巨变的时代 当然呢 对中国周边的地区的影响 包括台湾的影响也是一定存在的 都要不不理小 感谢观看